你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28号本土病例新增23822例 花莲新增456名确诊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31号周日下午在中华国小 将未满6个月到5岁的幼儿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符合资格者还请家长斟酌后陪同前往施打 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花莲县28日新增456名确诊个案 花莲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记者会 提醒家长7月31日将在中华国小 未满6个月至5岁儿童施打莫德纳疫苗 那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公告 这数案例有23822号 那我们花莲呢 今天的确诊的数是456人 456 那目前累积的病例数总共是 73213人 那目前呢有68个人在住院中 那我们的 目前还有392人在隔离中 那目前 解隔的人数也达到了57164的 所以在这边特别的跟我们相亲说明 在这个礼拜六 7月 7月31号这个礼拜天 这礼拜天 那在 我们的中华国小的活动心 那可以帮忙6个月到5次的英诱 来做莫德纳的疫苗接种 下午2点到晚上5点半 那来着我们都会有送鸡尾的礼品 下午3点半